姑娘 您再看看吧 这么好的东西没人要 来 这边看看吧 两位客官 您选点什么呀 公司 这是佛珠 这都是到了年纪的人用 你要给姑娘买定情物 还是得选这些 不 我就要这个 我愿意一时平安 这是要给我买长命锁 长命锁 老板 有长命锁吗 长命锁没有啊 才不要呢 那是小孩子的东西 就是要给我们的孩子买 你别再说了 老 好 我在收拾你衣裳的时候 把东西都收起来了 不过没关系 我身上有罪印子 不要有你的 老板 你稍后给他 好好嘞 可是你没银子 我自有办法 好 各位父老乡亲 怎么了 我途经此处 想给我未婚妻买一个定情信物 但钱财却被人偷走了 各位要不嫌弃 我为大家耍一套拳法 若耍得好了 各位就赏几个铜板 老板 需要几个铜板 十二个 各位 各位 我只要十二个铜板就好了 请好了 这不是霹里门的少主雷晶红 花拳袖腿 打套拳都软绵绵的 难怪霹里门被灭了 大胆 你们竟敢侮辱我们家少主 雷晶红都轮落到慢意了 你还认他 算了吧 我们老门主若在 你的人头早就落地了 不必理会 少主 他们说你投靠了吴道成 属下不信 你还是跟我回去吧 咱们霹里门还有弟子呢 你走吧 两位 看也看了 骂也骂了 就把铜板留下吧 走 走 来 我们走 少主 跟我回去吧 你放肆 这够了吧 够够够 谢谢 谢谢 走 走 走 转住 大哥 去了何处 去了平安镇 我没问你 雷晶红 你对我如此我不怪你 毕竟你是我未来的妹夫 但你若敢对我妹妹如此 当心我对你不客气 大哥 他待我极好 这是什么破浪玩意儿啊 你什么身份 带这个东西丢不丢人 走 走 走 道庄主 那个人回来了 好 走 邹主 说 属下自称霹霹门的门下 跪求雷晶红重返霹霹门 他无懂于衷 没有任何破绽 没有 这小子还真能忍啊 义拉 城主 把尸体送给雷青红 就说 是我送给他的 是 怎么 吓着你了 能不害怕吗 一进来就见到鞋 走 我带你去看热闹 来 擎帖一起写吧 这么多 辛苦两天就好了 乖 也罢 反正这一辈子 就写这么一次 小姐 义总监来了 这是城主 送给雷少主的礼物 是你杀了他 不 是你未来的大哥杀了他 偷祥 城主有令 自今日起到武林大会 雷少主不可离开院子办吧 放屁 不要再打了 三小姐 他们都是 傅城主席人的手下 能留下他的命 已经是给你念了 对 天下英雄这么多 你非要嫁一个 世兄的仇人 兄弟们早就看不下去了 不要再打了 他是我男人 你没看到吗 住手 脸乡 你也不能总是这样一味地 护着他呀 大哥 你答应过我 会善待他 没打算要他的性命 只不过是想让大家 出出气而已 好了 把身体抬下去吧 刀三小姐的面子 还是要给的 是 是 我要不是喝了花公伞 而是等他性命都不在了 雷敬虹 在我无刀府 收起你的少爷脾气 你 是 好 这是今日的 你刚才没看到吗 我好像一条狗一样 你没错 我这个丧家之间 不就是条狗吗 我雷京红 我雷京红 总生下来就是少主 何等的洒脱快活 可如今 雷京 花公餐我不会再喝了 我就算死了 我也要堂堂正正地死 我答应你 我多答应你 你还是昔日那个雷少主 风流快活的雷京红 那就是什么 你可能是什么 你可能是什么 我可能是那一个小时 你会继续